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剛剛我開的三個條件裡面 就是有某幾個部分跟蛋頭先生其實蠻match的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他很幽默 那他也非常的流行 然後我會覺得 哇 原來就是他了 其實我認識他很久了 到今天才相認的感覺 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這不在我的擇友範圍之內啊 逗我笑 然後有肩膀可以跟我一起幼稚 一起幽默的人 對啊 我覺得他們很可愛耶 因為以前在看卡通的時候 都覺得他們的相處方式是很無敵的 沒有人其他可以進入他們兩個的世界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時間的培養 那我會覺得希望以後跟另一半也可以朝這個方向前進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 呃 身體的律動就是 如果自己有點自信的話 就會好一點 這可能太難了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去訓練練習的 我最近近況很開心 因為殺青了 戲終於殺青了 然後真的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轉換一下心情 然後陪陪身邊許久沒有聯絡的朋友們 還有家人們 然後 最令我開心的是 我終於可以就是好好的睡一覺不用調鬧鐘 對 其實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出國 只是那是一個計畫階段性的一個夢想 那也要看之後工作上面的安排 然後現在公司也還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說 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讓我放個長假 不過現階段還滿就是 滿喜歡現在的生活模式啦 畢竟真的是有稍微緩下來一點了 所以那就希望之後自己的美夢可以成真